我知道今天肯定要问到台湾问题 所以我特地带来了一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台湾问题早就准备好 当被问到国际关切大陆武力犯台的风险时 秦刚引述中国大陆宪法 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 中国反分裂国家法对此规定的很明确 秦刚说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不可跨越的第一道红线 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中美关系地动山摇 秦刚上任后的第一场国际记者会 在开始前进两个小时就接近不少家的媒体 但其实有更多外媒是无法到现场的 因为官方是以防疫跟位子有限为由 是管控参加的媒体人数 另外就是提问也是安排好的 另一道必考题当然是美中关系 秦刚花了整整十分钟 从美国击落中国的间谍气球开始骂起 有罪推断 过度反应 滥用武力 借题发挥 制造了一场本可以避免的外交危机 秦刚批评 美国嘴里说要跟中国竞争 不寻求冲突 其实是全方位打压 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如同两位运动员在奥运田径场上赛跑 一方总是要去绊倒对方 甚至想让对方去参加残奥会 犯规了 7号上午除了台湾问题跟美中关系外 秦刚也强调中俄友谊走出了国际关系的典范 TVBS新闻 朱光宏 陈韵文 北京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